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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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累了什么都不管 手机关了世界变简单 暂停忙碌的打转 想脱掉责任感 想脱掉白衬衫 做些事让心情释然 不为别人是自己喜欢 太多眼里的拼盘 想有人被存在是自找麻烦 不如自然 终于那自我的人最勇敢 面对最热爱的 其实浪费时间是一种浪漫 自由自在 那就更浪漫 想 放假 像阳光 想 疯狂 找一片蔚蓝大海 痛快充脑 找一个泡泡帮想 所有 还有场 想 放假 像街 放下 分享 找一种开心电影 笑得很爽 带一圣绝心伴扬 从黄昏了 到天 为了 尽量 什么事 怎么好像有点不对劲啊 哪不对劲啊 总觉得有点怪啊 可是又不知道是什么 这话都到嘴边了 怎么还是想不起来的 是不是有件重要事情一定要去做啊 有重要的事情一定要去做的话 没理由想不起来的 会不会有什么特别的日子快到了呢 我记起来了 我记起来了 你真是呀 三元韭菜馆下午茶特价呀 你记得 你们个个记得了 中午拉干净 两点钟可以吃了 差点 你忘记了 我就不吃午饭疼肚子 但是呢 两点钟才吃午饭 会饿过头的 吃点饼干 先顶一下呀 阿星 那顺便咱们多拿一点 打包回来好不好 师叔公啊 你怎么那么小气 本来就是嘛 特价很难得的 那也是啊 除了这件事 你们真的不记得 什么人 什么事 什么日子 很重要 很值得记起来的吗 我说阿南 你是不是想起什么了 就什么 你记得就快说 是要神神秘秘的 有什么事照直说 这里又没有外人 要我说出来就没意思了 一个个都没心肝的 好像跟我没有关系 是啊 我记起来了 怎么突然之间又记起来了 小大天 我们苏哥拿了一些党心没给钱 欠人钱心里就是不舒服 你又记起什么了 过几天就是我尊敬的科学家高百丽的忌日 我昨晚去了茅厕到现在还没有洗手 妈 我也记得 这个月呢 你好像还没给我零用钱 你们简直太离谱了 哇 用不着这么大火器啊 喂 是不是你自己忘记了 明明给了说没给啊 真的还没有给啊 你先搜一下啊 快快 就算发脾气也不能扔皇帝啊 哎 爸 这里有一叶折起来的 嗯 惨了 嗯 六月初六啊 什么生 六月飞霜啊 零龙虎杀来了 是阿南的生日啊 生日 生日 小心割墙语文啊 说了这么久都不知道 今早你妈肯定还生气 跨能员回来的 到时候就跟她说 我们是故意装作不知道 想给她个惊喜嘛 哼 真的是惊喜才行 别到时候又是一家人吃顿饭 这样不行的 怎么不行啊 我们每天都一家人吃饭的 那有什么特别的呀 那倒也是 特别是就简单了 什么呀 有什么好办法 来来来来 搞派对 派对 派对 噓 就是洋鬼的授酒啊 那些洋鬼的一到生日呢 就会把亲朋好友请过来 开着留声机 跳那些 蹦擦擦 蹦擦擦 的东西 蹦擦擦 是啊 蹦擦擦 蹦擦 蹦擦擦 蹦擦擦 蹦你个头啊 阿南根本不喜欢这东西 大家开心就行了 可是我不懂 这搞派对和摆授酒 有什么不同啊 不同就大了 那我们这次摆授酒呢 一定要摆出派头来 东升班鱼吃这不能少 收租人情都还可能会亏本的 搞洋鬼子派对呢 就买几支他们的那种烧酒 再买点洋鬼子那些白糖糕 一人切一块儿 钉点的 人情也有的收 我们还可以巧立名目 收什么入场费呀 跳舞费呀 听歌费呀 点首歌听呢 都要收他五文钱 哇 整晚这么长时间 想不发财都难呢 师叔公啊 说来说去呢 你不就是想趁机赚钱而已嘛 就是啊 我们有没有留生机 怎么搞派对啊 笨主留生机可以借的嘛 不好不好 养鬼子的东西 阿南不会喜欢的 其实庆祝生日 最好是投其所好 这么多话说 你想个办法出来 当然有啊 有什么办法 先吃点点心吧 谢谢啊 唉 对了梁师母 今天怎么不见你两个女儿陪你来啊 你们三个平时称不离途 就像三姐妹一样的 是啊 女儿长大就没心肝了 怎么会把我这个妈放在心上呢 什么事情啊 被女儿气到了 唉 别说了 唉 梁师母 就快到六月了 你是不是就快到生日了 是 你记得我生日 记得 已经好几年了 你都在我们这里摆的吗 是啊 是啊 你看看 连外人都记得我的生日 偏偏家里呢 就没一个记得 小的那个美心肝就不说了 大的那个 对着他二十几年了 就让连自己老婆的生日都不记得 唉呀 你也用不着生气的 或许到时候有惊喜呢 想的美啊 谢谢好啊 唉呀 黄伯 我们做生意的 叫你不要进来的 黄伯 过来啊 梁师母 那 这些点心 拿去吃吧 多谢多谢啊 不用谢 慢慢吃吧 梁师母 我们这里的点心很难吃吗 唉 人老了没人理 就很可怜了 眼前滴水 你什么时候会见过会倒流 儿女长大 翅膀硬了会飞了 什么时候会记得妈呀 别指望她会记得你生日 老了不用沿街要饭 就算好的了 生女儿有什么用啊 生几个女儿 都不会记得妈的生日 谢谢 文夫人 铁观音是吧 走走走 去吧去吧 走走走 听说刚才那个王伯呢 年轻的时候又嫖又堵 还经常打老婆儿女 才会像现在这样 全身病痛都没得人管 是吗 所以呢 事有前因就莫怨人 重瓜得瓜 重痘得痘 如果自己对孩子够好的话 就不用担心生日没人帮自己庆祝了 谁说没人帮我庆祝啊 女儿不记得 我老公一定会记得 风姐 少唐 六月初六有没有安排 到时候商量过来吃顿便饭 好好好 便饭每天都有的吃啊 吃便饭 就是没有人庆祝咯 我老公说她亲自下厨 做满汉全席给我庆祝啊 这就叫新印啦 你羡慕也没用啊 梁师傅做满汉全席 做出来都没人敢吃啊 梁师母 梁师母 生日在家里摆酒多麻烦啊 不如像网年一样 在我们这里摆几桌 那不就方便了吗 是啊是啊 我们也可以帮你做好饭菜 送到你家里 那就不用你亲自下厨那么辛苦了 是啊是啊 不如我们再帮你做几项好吃的 我先回去跟梁师傅商量一下 他这么想下厨做菜给我吃 不让他做他会很失望的 那也是 那也是 四大马虎儿 我才不相信你老公和儿子 会记得你生日的 老公 回来啦 在这里干什么呀 在切药 我有事跟你说啊 说吧 我听着呢 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 走几步路全身都是汗 我想六月就快到了 往明六月呢 我们 你有没有听到我说话 听到了 你说这段时间天气越来越热 走几步路就会全身出汗的 好在有我 感冒了 我去拿点药给你 你留着自己用吗 志愁 在这忙什么呢 我在这里研究一下针灸和把火灌 针灸把火灌 来来去去就那几个经络穴位 有什么好研究的 不如坐下来陪妈聊几句 不是啊妈 我研究的差不多了不能停的 那我重点跟你说几句吧 现在就快到六月了 你干嘛呀 没事我扎到手了 怎么这么不小心呢 让我来帮你拔 不用了 我自己可以的 真的不用了 你自己怎么行呢 你想扎哪里拔哪里 拿我来做事业吗 我给你扎给你拔 最重要你听我说话 那你就一边做 我就一边说 你干什么 妈 我准备拔嘴 你真的帮我 你有病啊 这样岂不是变成猪嘴了 我还这么贱人呢 是你自己说给我拔的 来呀 你自己下了 你自己慢慢研究吧 你自己说给我当实验品的 金金 干嘛坐那么高啊 妈有话跟你说啊 是这样的 你看不到我 你见不到我 你摸不到我 金金 我想跟你说 六月就快到了 我想请你出去 不要打扰我 你看不到我 你见不到我 你摸不到我 你们一个个 全部给我滚出来 你们现在是不是应该有话跟我说啊 爸 哎呀 去去去去去去去 安南娜 整个事情是这样的 关于你的这个生日呢 你记得我生日吗 记得 怎么不记得 怎么不记得 你记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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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去说下去 我们想尽办法避开你 是因为没有想到 怎样给你庆祝 怎样给你贺大寿啊 贺大寿 是不是真的 当然是真的了 我们大家每天晚上都跌高枕头 想的头都大了 还是想不到用什么方式来给你贺寿 所以就想尽办法避开你了 说的跟真的一样 不是 又是跟真的一样了 你 我也想过的 我就提醒大家 搞个洋鬼子的派对 一起跳 蹦擦擦蹦 洋鬼子东西不适合我的 不喜欢搞这套 妈 我知道你一向最新武学 而且又是蔡里佛的嫡传弟子 所以我提议过 开蔡里佛的功夫大会的 真的还是假打 谁赢谁输都不好 都不经过大脑的 我呢 我曾经提议过 帮妈妈打扮漂亮 要赢过马宁龙 不切实际 我意思是说 我一向都比她漂亮 不用打扮 去去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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 我的意思是 其实想问一下 你喜欢怎么弄 我喜欢什么 你不知道啊 没心敢 只不过 最重听的 就是老公你的那句了 不知道就过来问我 干嘛躲躲闪闪的 就是啊 阿楠 你的意思呢 你有什么样的生日愿望 我突然想到一件事 这可是我一直没了却的心愿 事情是这样的 那个亮雪仙姐姐唱得可真好听啊 你看她手上的动作太好看了 我长大以后要学她那样 要唱大戏 要做个名卷 我也要 我要和您一起做个名卷 好 我们一定要拜亮雪仙姐姐为师父 好 虽然我自己成不了名卷 但我真的很希望有机会 再一度亮雪仙的风采 听她唱一场大戏 这样简单啊 那就去把她请过来 做一场大戏就行了 最近这几年都没有听过她唱戏了 不知道谁说的 她好像到外地去了 回想那台戏 不仅好听好看 令每个人都拍案叫绝 还很感人很有意义呢 很有意义 为什么妈妈 因为当天那场戏呢 是扶贫筹款的一眼 筹了不少钱帮了很多穷人呢 妈 你也想办一个筹款活动啊 那三元真没有穷人呢 装穷得有一大把 我不是帮穷人 我是想敬老帮那些老人家 挺好啊 有意义 我多么希望自己生日那天 像亮雪仙那样做一件有意义的善举 明白 我现在完全明白了 现在我们要做的 就是请一个已经隐退的名角出山 来办一场有意义的大戏 做一个敬老筹款的善举 一次过生日就满足失智这么多的愿望 确实有点难办啊 你看这个绝对的真品 好东西啊 植柔姑娘 植柔姑娘 喂植柔姑娘 吓死人呐这么大声 不算大声的啊 我叫了你三次了 你还往前走都不理我 是吗 可能是刚才我在想事情没听到 你在想什么 你说出来啊 我也帮你想一想 我妈快生日了 我们一家人想帮她庆祝一下 这样好啊 大家都是一片孝心 是啊 所以呢 我们就我妈 她有什么生日愿望 想让我们帮她实现 哪知她说 三十多年前 听过一个明爵唱戏 现在她想重温 那你们就帮她了了心愿 让她开心一下咯 说的简单 三十多年前的明爵 让我们上哪里找啊 那个人是不是很有名啊 我哪知道 我又不听大戏 我有时候啊 会跟爷爷去看大戏的 你把那个明爵的名字 告诉我啊 就要亮雪仙 这么出名你都不知道 很出名吗 看来妈挺有眼光的 不过如果是她 倒有点麻烦的 为什么 我前一阵子呢 看了一些省城的报纸 有个专题 专门介绍亮雪仙的 真的 那她现在在哪里啊 在哪里都没用了 她说要退休了 不再唱了 还说呢 要四处游历 找个地方敬仰一下 哎 怎么这样啊 早不退出晚不退出 我妈想听她唱戏的时候 才退出 妈的生日愿望 就别指望能达成了 那也没有办法的 哎 真是天衣弄人 想敬一下笑都不行 你也不用这么 唉声叹气的 我也会尽量 想办法来帮你的 算了吧 省得到时候 希望越大 失望越大 请问一下 这位夫人 请问有什么能帮到你的呀 这是不是三元茶楼呢 是啊 这张住房优惠券 是不是你们的 哎 优惠券 怎么 难道是搞错了 哦 好像是展才少爷说过的 哦 没搞错 没搞错 呃 你是 帮我找一间最亲近的房间 我不想有人打搅我 哦 那当机写 亮雪仙 喂喂 有个人来了我们三元镇 就住在三元韭菜馆 每天帮你布满了白兰华 还说不能被人打扰 你们知不知道 那个人是谁呀 当然知道啊 明天亮雪仙吧 亮雪仙 来了我们三元镇 我远过 这谁太好听了 是啊 你看他的动作多有美啊 让我看看 让我看看 你别急行不行 向我看看 我先站这里的 你们都是些什么人呢 刚刚挡在我的门口 他们是 亮雪仙师傅 我是你的粉丝 我是你忠实的支持者 我很仰慕你的 我是宝质堂的蔡可南 我是博学书社的马玲珑 我好崇拜你的 我仰慕你 你多一点 我仰慕你多一点 好了好了 我不管你们是谁 少堂哥 阿凤姐 麻烦你们 请这些闲人出去 我这里 不想有人骚扰 不是啊 我很喜欢听你唱戏的 亮雪仙 少堂哥 是是是 麻烦你们先出去好吗 先出去 不然 有事 下次再说吧 麻烦你们 麻烦你们 先出去 先出去吧 出去了 再见 再见 不好意思啊 亮师傅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 总之呢 我不想再有第二次 不然的话 我就走 不会再有下次了 我们知道了 对不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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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先走了 不好意思啊 亮师傅 亮师傅 这边坐 亮师傅 亮师傅 坐坐坐 坐坐 嗯 嗯 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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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亮师傅 我去拿点点心给你啊 嗯 你先坐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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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少堂 少堂 你今天是不是在这 哎呀 您别为难我了 哎 亮师傅 哎呀 所以他们去啊 哎 哎 阁下是不是亮雪仙亮师傅 这位是啊 啊 在下是三元镇保质堂良省 久仰久仰 怎么又是你啊 是啊 你认得我啊 哎 我也是保质堂的人 哈哈哈哈 那请问有何贵干呢 啊 亮师傅是这样的 梁某的夫人快要过生日了 嘿嘿嘿嘿嘿 从小到大 都十分敬仰您这位明角的风采 是啊 我小时候就很喜欢看你演戏了 亮师傅 你真是找梁三日啊 过奖 啊 我夫人有一个生日愿望 希望可以一睹亮师傅你在舞台上的风采 并且想学亮师傅你那样乐煞好诗 那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很简单的啊 我和我的女儿呢 都希望完成我夫人的心愿 所以大胆邀请亮师傅您呢 在我夫人生日那天做台大戏 这台大戏呢 不是光给我们家里人欣赏的 还有一个筹款活动 为我们三元镇广大的老人家谋福利啊 大头在生日那天有大戏 等一下 如果是往日呢 就绝对是没有问题的 不过我已经说过 收山不演戏了 我来这个三元镇 只不过是休息养生而已 可不可以破例 就一次呢 我又怎么能出尔反尔呢 这也不是的啊 我们这里是小地方而已 说不定唱的都没人知道 那怎么行呢 这不就是要亮师傅失信于自己 不守承诺咯 好 你 你插什么嘴啊 又不关你的事 哎呀 你要我最尊敬的亮师傅 帮你说谎话 这么委屈怎么行啊 现在亮师傅有这个意愿 人家答应不行吗 你生日很了不起啊 还有筹款呢 哎呀 你们就少说两句了 那你叫他先闭嘴咯 你闭嘴 我说你们两个都闭嘴了 为什么你们一见面就吵个不停呢 你们不用说了 就算再有意义也好 我是不会再演戏的 这杯茶我也不喝了 还是回房间亲近亲近 你看看都是你不好 我几乎就要成功了 再加点诚意 他就会答应了嘛 现在没戏了 什么 人家不演 是人家自己决定的吗 梁师傅 梁师母 喂 我们已经站了几个时辰了 你有没有想到办法呀 对不起哦 都是我不好 想出一个什么 住宿优惠的办法来吸引亮雪仙 你也不用跟我说对不起 应该我谢谢你才对 起码也让我们的妈妈 都有机会见到自己的偶像嘛 其实呢 你要多谢展智才对 这个办法是他想出来的 是吗 嗯 他这个人呢 虽然不喜欢见人 但人如其名 很有智慧的 那他有没有帮我们想下一步 该怎么让亮雪仙 开井口多唱一唱 当然有啊 怎么样啊 四个字 知己知彼 然后呢 然后 他就回房间 锁上房门 不理我们了 却 说了也等于没说 我呢 经过反复推敲 调查亮雪仙的为人 原来啊 他的性格很顽固 很有原则的 他不喜欢做的事情 就算你拿支枪指着他脑袋 他也不会做的 哦 那我们就没希望了 但同时呢 他又很讲信用 不喜欢欠人家的人情 他说过的 有恩必报 什么意思啊 就是说 如果你有办法令他欠你的人情呢 不管你有什么要求 他都会答应的哦 哎呀 师叔公 你快点说啊 怎么样才能让亮雪仙 欠妈的人情啊 又要自然 又要没破绽 还要一击击中 能够让妈做她的恩人 哇 很难布局的 有多难呢 我们叫人去抢她的钱包 然后叫师侄亲手把她抢回来 那亮雪仙不就欠你妈一个人情了吗 这个办法是老土了一点点啊 你再说一次 这个办法不好的话 再想其他的也可以啊 这办法你也想得出来啊 这办法不好就再想啊 用不着这样对我吧 师叔公 这个办法很好 就有这个办法了 师叔公 你简直就是完美啊 不用再想了 你好厉害啊 是啊 那还有说吗 你师叔公我在三年阵出主意 是主意之王嘛 这件事就包在你身上了 事先声明啊 我包出主意不出人的啊 这主意是你出的 那当然由你去做了 就是啊 师叔公你扮贼像贼 实至名归啊 哇 你们这样说 师叔我长得丑啊 你演技好 演技好就演男主角啊 什么理由叫我演贼呢 对了 话说回来啊 你们演什么 路人 假仪 哇 真难为你们啊 很重要的 我们可是在危机难关头 还可以帮你逃走 挡住他们 你这个小猫贼 走得掉 就这么决定了 那就这样吧 验贼 什么造型好呢 来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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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三 二 一 一 等他 这办法好像还有点破绽呢 我回去再想想吧 哎呀 你还赚借口快点 去吧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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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满地黄金呢 哎呦 还不行 哎呦 不行不行不行 你怎么回来了 他才跟我使啦 哎呦 他才跟我使关你什么事啊 你负责抢钱包嘛 哎呀 他才是很臭的 我走过去顶不住啊 哎呦 你别说了 你怎么走嘛 你怎么回事啊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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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躲我躲 哎呦 哎呦 小心啊 我躲开了 哎呦 哎呦 真是的 哎呦 你 哎呦 你怎么也那么倒霉呢 满城禁带够金甲吗 哎呦 什么地方 什么镇 什么人来着 才到市都那么开心呢 哎呦 我的钱包 哎呦 杜月龙 你站住 你别跑啊 哎呦 走开 杜月龙 你别跑啊 我的钱包没了 哎呦 杜月龙 你站住 你别跑啊 杜月婚人 杜月婚人 哎呦 哎呦 杜月龙 你站住 杜月龙啊 哎呦 哎呦 你别跑啊 哎 哎 西红柿怎么办 哎 杜月龙 哎呦 哎呦 好那个杜月龙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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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喂夫人 大热天的怎么会有萝卜麦啊 啊 谁说大热天没有萝卜麦啊 都有人想请明爵唱戏帮他喝瘦呢 啊 老板 有没有猴头过麦啊 没有啊 没有 这么大只猴头在你面前还说没有 哈哈哈哈 谁知道你说什么洞洞啊还猴头呢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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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给我呀 独眼龙 抢钱包啦 哎呦 独眼龙 抢钱包 啊 大声踢过 啊 别跑 啊 小偷别跑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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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抢钱包啊 啊 嗨 哎呦 哎呀 哎呀 我的钱包在你这儿啊 哎呀 肯定是刚才那个小偷 岂有此理 亲本家人 甘做贼 好模好样的 原来你也是个怎样 不是的 你误会了 小偷 误会 人赃病祸 这下好了 你做证人 很明显 他和那个小偷是一伙的 光天化日 抢抢钱包 队长啊 你说这该当何罪啊 我堂堂保之堂 堂主良心的夫人 我真的不会抢你的钱包的 林队长 你真的要帮我说句公道话吗 俗话说 知人知面不知心 有些人哪 今日其外 败续其中 梁师傅 你说句话 都格外有气势啊 马玲珑啊 你这回必须说句公道话了 刚才你也买菜 我也买菜 我怎么会抢他钱包呢 不好意思啊 刚才呢 我被你一撞 撞得头晕晕的 什么都没看到 你 林队长 你真的要主持公道啊 其实我 其实呢 你被撞到的时候 还看到什么呀 你不要啊了了 总之呢 你别觉得认识他 就可以昧着良心说话 最重要的是帮礼不帮亲 那当然了 亮师傅 是这样的啊 当时呢 我就和他在一起买菜 对吧 然后呢 他慢慢地走开了 好像是在和一个男人说悄悄话 什么悄悄话 你你你你别很想陪人哪你 我 我说好像而已 你用不着那么心虚吧 然后啊 我就听到亮师傅叫 抢钱包啊 堵眼龙啊 这样子 你没看见我刚才跟那个男人交手啊 我那是想抓住他吗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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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身手这么好 连个小偷都抓不住啊 说出去也没人信啊 那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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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这个什么队长啊 你什么都听见了 哎呀 我是手滑才抓不住他的吗 刚才那个小偷多小活啊 你也看见了 又撒粉又那个什么的 反正现在是人脏病祸 那个什么队长 你就别姑息养奸了 就是啊 你就说句话 别再浪费我们时间啦 队长 终于轮到我说话了是吧 说 其实这件案子呢 就属于无头公案 什么无头公案呢 梁师母啊 在我们三元镇 那是有头有脸的人 他是肯定不会做抢钱包 这么有失身份的事情的 难道有钱人就不会作奸犯罪了吗 武断 我不是这个意思啊 我只不过是讲道理讲证据的嘛 现在呢 唯一有证据证明 抢你钱包的那是一个男人 而且还是一个独眼龙啊 是啊 我是认得他 他画成灰我都认得他 那好 我立刻发出通缉令 通缉这个独眼龙 至于梁师母嘛 梁师父你只是怀疑而已 有没有确凿的证据 我听说过西洋有一句话 以典力归于被告 所以我决定梁师母无罪释放 就这样 不好嘛 漏洞百出的 就是啊 而且现在最错的 就是没有预先跟妈说好 可是妈这个人那么耿直 她怎么肯这么做呢 说起你妈也真是的 怎么会喜欢看亮雪仙表演 人家退休了嘛 收山了嘛 还非要请人出来 看 现在好了 搞得我形象坏 被人知道了以后还怎么出来见女孩 你们两个要负责任的 瞪着我干什么 我告诉你啊 等你妈出来 我臭骂她 都几十岁的人了 生日就生日吧 你还搞那么多东西 我看你往哪儿跑 妈 哎呦 原来是一家大小啊 真相大白了 进去找林队长吧 不不不不不 这件事不怪她的事 全部是我一手策划的 你先听我说 这件事是这样的 我可以解释清楚的 梁师傅 你大人有大量 这小孩子们不懂事而已 这些都是小孩子啊 是我不好 是我不对 是我错了 我是大娇怪小 梁师傅 对不起了啊 对不起 梁师傅 对不起 梁师傅 她呢 是一片好心 我两个女儿呢 就是一片孝心 做这么多傻事 只是为了孝敬我这个妈而已 那这杯茶呢 就当是我带她们向你赔个罪 希望你喝了以后 就别放在心上了 你真的很喜欢看我做大戏吗 是啊 梁师傅 你是一阵梨员 整个广东省的人都很喜欢看你的戏的 是啊是啊 哎 可惜 我已经决定收山不演戏了 我是不会为任何人而付出的 只不过 在你生日那天有台大戏贺寿 这确实挺热闹的 而且 又是为老人筹款 确实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来着 是啊 不过可惜梁师傅你已经不再上舞台了 我虽说不演戏了 但我可以教人的嘛 好了 我错怪你了 就当我欠你一个人情 让我教你一出折子戏 就当是还给这个人情 让你在生日那天 你自己可以亲自上台 表演给大家看了 我表演给大家看 怎么了 除非你怕辛苦 不肯学了 怎么会呢 多谢师傅 好了 这杯就当是拜师茶吧 恭喜你啊 妈 你终于可以做成梁师傅的弟子了 是啊 这一份肯定是妈最好的生日礼物 梁师傅啊 所谓独角积男生存 她一个人 怎么可能演绎出折子戏呢 关你什么事啊 这儿没你的事啊 话不能这么说 刚才那个贼 我也帮忙抓了 再说了 梁师傅 你教我做证人 我是一无反顾 没有功劳也有苦劳吧 你不提我还差点忘了 明知道我无辜 也不为我辩解 还在那煽风点火 真惊不怕红弩火 我心里也是这么唱的 师傅 我熟的 我熟的 人家都没说你 师傅是你叫的吗 念在我一片热忱 而我没有这么有缘分 看看她的德行 我真的好有诚意的 师傅 师傅 你不用理她的 文夫人讲的有些道理 一个人唱一台戏 确实很辛苦 花旦要有文武生配的 何况你们是做善事的 多一个也不算多呀 那也把文夫人收作徒弟吧 我叫玲珑师傅 师傅我喝茶 好 你们两个呢 就是我的入门弟子 今后你们要互相扶持 互相爱护 记得了吗 知道了师傅 今天呢 我就教你们大戏 今天我们学唱哪条戏啊 师傅 是啊 是六语飞双 大语葬花 还是那个十二栏杆 十二叉 是啊 是你的 你以为你们两个基本功都没练 就可以做大戏吗 今天呢 就讲乐剧的发展史 由第一页开始 哇 这么多字 岂不是要讲很久 惨了 怎么这么像家里那本佛经啊 乐剧 又称大戏 也有人叫他广东大戏 但是愿意乱兴 真正知道 大戏的表演成事是由四公五法来完成 什么叫四公五法呢 四公就是唱 作 念 打 五法就是手 眼 身 法 布 师傅 讲完了 我讲到哪儿了 玲珑 我讲到哪儿了 手 眼 身 布 还有呢 头 头什么头啊 是法呀 是吗 就是干嘛不够啊 卫月像你这么蠢的 你们不喜欢听我讲书吗 不是的 只不过我们更喜欢替你唱大戏 王夫人梁师母 你们吃过午饭了没有 没呢 还没有啊 师傅啊 听着听着都已经很晚了 你不觉得饿吗 等饿该叫已经迟了 不如我们先拿些点心和小菜吧 是啊 空肚子读书很难记住的 我帮你换壶茶 上去拿手小菜 外加老火汤 师傅啊 老记住想罗好不好 饭后呢 拿个馅儿豆腐茶师傅 润一下好啊 如果你们听书像现在那么精神就好了 是啊 是啊 小菜两头马上就到了 帮忙 帮忙 师傅 你去哪儿啊 茅厕 师傅 我带你去 我就帮你去 我也知道 我陪你去 看来我跟你们讲了太多的理论 你们一时半课也听不进去的 我们系行有个规矩 学系首先要学会化妆 今天我就跟你们上一堂化妆课吧 好啊 拿个化妆箱来 先帮我化吧 你想的没 我先拜师的嘛 怎么说我也是师姐 当然是我行活 你脸上啊 尝尝很多油的 浪费了师傅的妆啊 你的脸干巴巴也都不上粉呢 怎么也好过你 好了好了 又开始了 抛硬币则先后 好啊 抛就抛 给 不用你的 免得你做手脚 你用什么都是书了 愿这愿那的 我要人头 字 是字 克南仙 没错吧 都叫你用我这个硬币了 还不信 这样啊 做我亮雪仙的徒弟呢 是有个规矩的 我凡是给第一个徒弟化妆 是不许出声的 听懂了没有啊 没问题的 好 坐下 好 行了 你自己看一下妆 你不记得我说过什么吗 记住了 我出去一下 师父你去哪儿啊 师父去哪里 是你问的吗 毛测 梁师母 妆画好嘞 好漂亮啊 很了不起吗 对了 差点忘了 梁师母 我想跟你商量一下这个寿宴的菜单 这张菜单呢 交叉 让我帮你看看 是啊 大家研究一下 豆腐汤啊 豆腐汤啊 这么寒酸 当然是鸡包赤嘛 鸡包赤啊 不是 这个糖虾 肯定不行的 起码要东兴班 是啊 我就说嘛 梁师母寿宴加慈善一眼 怎么能那么寒酸呢 是吧 梁师母当然是有多豪华就要多豪华啦 快去改吧 好啊 梁师母 我改了以后呢再给你过目啊 我先走了 再见 怎么 好啊 画得像猴屁股一样的脸 骂我 骂我 哎呀 我还有点事情忘记交代少堂了 各位乡妻父老 叔伯兄弟 又是哪位明爵啊 是 这就是我们保之堂的梁师母啊 梁师母好厉害啊 真是像明爵一样啊 谢谢 那梁师母呢 生日那天会有场异演 小妹我呢 也会粉末登场的 哎呀 好好好 哎 文夫人 那你会演什么曲目啊 曲目呢还没有定 不过梁师母她说 三菌未动 凉草先行哦 今天呢 就请大家吃 鸡 包 吃 哇 多吃鸡包吃 姐我发财了 一二三个 梁师母 你干嘛摆手摇头啊 鸡包吃不够 还要加点燕窝 哎呀 真的 梁师母 是不是戒者有份一人一中呢 是啊 啊 啊 嗯 不好意思 梁师母的意思是说啊 哎 先吃那个鸡肉 大包 哈哈哈 哎 哎 哎 美人一份鸡肉大包 总请得起吧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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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哎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